2024全国古籍日新北文资苗妙妙系列活动热闹开跑 除了推出两大主题走读行程 更以布袋戏串联基北北桃 打造唯有独尊文资交流 就大家从多元视角来认识新北文化资产 活动将从9月5号中午12点起开放报名 响应2024全国古籍日新北文资苗妙妙 Long来最会推出买卖矿业路径走读 TempTemp寺庙文资小旅行两大主题活动 另外还有考古遗迹导览走读板桥林家风华小旅行 民俗共和载及不亦意志校园推广 以及三场铜锣公益大师吴宗林的体验工作坊 要带领民众从多元视角认识新北文化资产 市民朋友们来了解我们新北市14个行政区域 跟15条的走读路径 更深入地了解我们新北的文字脉络 以及欣赏我们庙宇的特色 还有建筑的美学 那刚刚也有特别提到 这其中还加码了三场的 我们的铜锣体验的工作坊 记者会上由布袋戏大师李天璐所成立的 一晚然掌中剧团 结合传统布袋戏戏台彩楼 带来了精彩的表演 透过西游记的人物角色 介绍活动特色 新北市文化局局长张嘉宇表示 新北文资苗妙将以布袋戏串联 打造维偶独尊 文资交流交易推广活动 邀请陈锡黄 江刺梅两位国宝大师 新北文化奖得主 许王许正宗 及杰出演艺团队 一晚然掌中剧团 在基北北桃四世共六处文资场域 为学童带来布袋戏演出 会透过这些非常优秀的艺师 来展现布袋戏的一个精致的技巧 然后让我们 基北北桃六大寺庙的部分 除了有导览介绍之外 那我们也跟学童们来介绍布袋戏 不仅如此 文化局还推出了 龙来最会限量偶依调试 在偶依上呈现龙角 龙虚龙林等姿态 象征龙瓜焕发 民众只要参加9月10月的 两大主题走渡活动 就有机会获得限量偶依调试 活动将从9月5号中午12点起 开放报名 更多资讯请上新北市文化局官网查询 记者是明珍门奇 新北市采访报导